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10月22日上午时时许 哨兵卫星在黄岩岛以北海域 疑似发现美军上扶状态和潜艇 早些时候 美海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从菲律宾科拉克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南海侦察 或是在配合美军潜艇的行动 潜艇上扶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输手段 不仅用在空前站 水面舰艇反潜及潜艇反潜 也以这种方式结束猫鼠游戏 所有国家海军都有在公海查证 不明航行器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曾经在南海 美军舰眼皮底下 捞起美军一个潜航器 过了差不多一周才还给美军 美军还无话可说 就是运用的这种权利 军舰也好 反潜机也好 都是海军 潜艇也是海军 但在水下的时候 潜艇还有一个身份叫不明航行器 查证不明航行器 不但是海军的权利 还是海军的义务 所以各国海军 是应该请你浮上水面亮个像的 各国海军有权攻击不上浮的潜艇 若不是已知升学特征的潜艇 不立即上浮 那真的会被攻击 因为不能判断 你是某国海军 还是贩毒集团的潜艇 一般来说 在发现对方潜艇后 是很少暴露自己的 会继续保持跟踪 一方面可以收集潜艇的各种信号特征 另一方面不暴露自己的追踪手段 如果使用主动声纳警告 则通常意味着对方潜艇过线了 追踪方可能即将使用武力 对于被追踪的潜艇来说 空中反潜力量如果发现了自己 通常会在水面上围绕自己布设出一个 有明显范围的主动声纳阵列 这个阵列不仅仅标识了潜艇的所在范围 也是反潜机投放反潜武器的潜兆 现在攻击潜艇的武器很多样了 除了深水炸弹 有反潜鱼雷 还是智能的自导的很难躲开 潜艇比较脆弱 被鱼雷命中基本上都是致命的 不沉也会丧失战斗力 况且攻击方通常也会多雷骑射捕刀 而且反潜飞机 反潜直升机或者驱逐舰的航速 都比水下的潜艇要快 所以这个时候被发现定位之后 潜艇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 潜艇在水下无法攻击飞机或者直升机 只能被反潜鱼雷炸 这时潜艇要么在警告下上浮 要么继续玩抗 等待被击沉 而且和平时期 各国海军和潜艇 也经常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若是大家都不忙的话 攻海上军舰碰到潜行的潜艇 一定展开反潜作业 潜艇也会尽力躲避隐藏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难得演练机会 若是潜艇赶时间就会上浮升旗表明身份 这也是说我投降不跟你玩的意思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黄岩岛 菲律宾外交部20日通过官方推特账号发文称 中国政府船只非法发出200多次 包括无线电、警报和鸣笛在内的挑衅行为 反对菲律宾政府在自己领土和海上 进行合法与例行的巡逻 对此菲律宾表示抗议 相关内容引发西方媒体广泛关注和炒作 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的最东边 整个东沙群岛除了黄岩岛外 其他都是没有露出水面的暗沙或者暗礁 在岛屿的内部有一个巨大的天然烟壶 面积大约为130平方公里 水深为10到20米 东南端有一条宽度为400米的通道 与外海连接到一起 可供中小型船只自由出入 我国早就已经有开发这座岛屿的打算 2017年三沙市实施海岛修复工程 继续推进沙皇岩岛环境监测站前期工作 这是中国官方首次证实的黄岩岛建设项目 为什么黄岩岛的开发势在必行呢 除了丰富的渔业和矿产资源外 它还是我国渔民传统的渔场和避风港 此外 它还处于海运和空运的重要航线上 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和飞机经过这里 如果能对这里进行充分的开发 那么将对南海的海运和航空运输业 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维护我国的航道安全 以及及时救援 目前我们正在等一个开发时机 这项工程工程量巨大 是南沙七岛建设工程量的几十倍 要开发的难度极高 对工程设计和建设能力都要求极高 必须要有一个万全之策 而且目前黄岩岛进行填海造陆 还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需要十年以上的潮汐 洋流 降水 水位等水文资料 这些资料了解得越详细 才能避免之后的建设过程中出现意外 除此之外 距离也是一个问题 毕竟 黄岩岛距离广东有860公里 如何将各种机械和材料运送过去也非常困难 当然 填海造陆这样的大工程 我们也并非第一次干 我国先后建设了永兴岛和永蜀岛 在岛屿的建设能力上同样也非常突出 此外 我国还有造岛神器 大型的挖泥船 天坤号自航角西挖泥船 在建设永蜀岛时就打破了多项记录 此外 我国还拥有天坤号挖泥船 是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角西挖泥船 能够在15公里外将沙子输入到岛上 对黄岩岛的开发帮助非常大 当然 岛屿的开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很大 大量的人工建筑 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自然环境 不过 黄岩岛开发的最大阻碍 还是国际关系 美国一直在利用舆论 希望菲律宾能够针对我国的黄岩岛 菲律宾还和美国离黄岩岛不远的海域 展开多场军事演习 甚至因此多次对黄岩岛进行袭扰 美国更是在其中助手为虐 菲律宾之所以不让中国建设黄岩岛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这里离菲律宾太近 旅宋岛是菲律宾最繁华的地方 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就在这里 而黄岩岛距离马尼拉直线距离不到300公里 反而距离我国广东大陆860公里 在这么近的地方搞建设 菲律宾并并不放心 菲律宾对黄岩岛的占有欲 完全没有任何国际条约可以依据 4月13日 菲律宾电视台决定给中国整点麻烦出来 这家电视台派出了一个叫查亚拉赞布拉诺的记者 让他租用名船到南海的仁爱礁附近去拍摄 中国海军对菲律宾船只动武的画面 途中发现了一艘蓝白色涂装的中国海军舰艇 向他所在的名船高速驶来 并用无线电询问菲律宾船只的身份和目的 做贼心虚的菲律宾记者赶紧叫船长驾船返回巴拉旺岛 而两艘中国海军舰艇在后面紧紧跟随 通过对照片的辨认 他很快认出了驱赶他的正是中国的反舰神器 022型导弹舰 很快就有菲律宾军事专家警告称 022导弹舰装备了8枚英机83反舰导弹 和一门30毫米速射炮 航行速度可达38节 一旦中非两国在南海擦枪走火 仅仅几艘022导弹艇就足够报销菲律宾海军 那为数不多的家当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心虚的菲律宾反华政客 一方面大肆鼓吹 中国动用军事力量强行驱赶菲律宾船只 一边开始向自己的主子美国人求助 巧合的是 为了威胁中国 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近日就在南海地区游荡训练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菲律宾政府中 一些亲美政客的诉求 就在不久前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开始向中国黄岩岛西北部方向活动 并且进行了高强度舰载战斗机飞行训练 与此同时 美军还出动了多架电子侦察机和加油机 配合航母编队活动 摆明了是要在中国面前 秀出美国海军的大块肌肉 而解放军的警告绝非空话 早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公布航母动态之前 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就在5日介绍 日前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训练 当时有分析人士指出 从航母编队组成来看 未来不排除进入南海的可能 中美航母能否在南海同框也值得关注 至此美军核潜艇在黄岩岛再次被逼上浮 也说明了这一点 南海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 希望有关国家多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贡献 而不要无事生非制造麻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